今天賢命掛帥的是背號14號的蘇俊宇的道理成功 中繼的身份登板 那投了一局被打了三張打掉牆的中繼是一場拿下的勝投 一場是五關勝敗 前一個球打得相當的扎實 打在中外野方向 壓強的課題不只有蘇俊宇是這個樣子 之前他是在6月30號出賽過癮 是在7月16號被下放到二軍 這個球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結果穿出去形成安打 目前啊 團隊的道理第二名還相差 同時這麼多 江西蘭呢其實兩隊都有打出滿光紅 那這613八局內打裡面 剛剛講到滿光紅的踢放現在在一壘上的五鍋好 這個球游擊方向的滾地球不妙喔 先傳給不二的A手再往一臂送 最後形成了一個Double Play 好 鄧主委本記載 目前已經來到了21次喔 那代表他的選球 有攻擊能力也會繼續提升 打線 磨練的好時機啊 海文呢 則是有升有降啦 教練也不但地使用一些比較新的選手 讓這些選手 進入到下半季呢 喵喵的一軍也是 是 楊家瑋也是 過去兩年呢他都受到 腎臟病所苦 打高了打在中外野方上 那 統一這邊呢 則是要來立拼 對 只遇過一場的演賽 那最後就 不會再就是如果到時候 外野有一場取消的比賽 那富邦打了43場 也遇過6場的演賽 也是 最炎熱的時刻 也相當的考驗他們 基階 這一個 不然會完全沒有任何的 攻擊力跟壓 跟威脅性 打擊率有兩轟 11分打點 那 其中呢 潘彥廷跟 走在內角 應該 他們都會看 那賽後也會做一些 通常比賽的訓練 回到場上 這一個球一拉起來 打到右外野方向 停了一下 再往後退 還是掌握住的這一個球 棒子端出軟局 都是有危機 最後是轉為威安 這一個球中外野方向 中外野方向前 衝啊 接殺出局 一箭之手 球出完全落後 還是積極的出棒 吳郭豪 有機方向的滾地球 考驗一下有機手 先回到場上好了 來看一下這個球 中右之間結果落地形成安打 就是有問題 多頭多船 把那個機找回來就對了 好 現在雷昌跑車啟動 抓到囉 謝謝大家